名嘴周玉寇 蔡玉珍 當初在前年9月2022年的時候 爆料前中國小姐張淑娟女士 跟前立委蔣孝顏 滾床單就是蔣萬安她爸 然後這件事張淑娟非常憤怒 因為完全沒有的事情 然後在烏龍爆料 那就控告他們兩個人 違反個資法 最後判了一年六個月 這事情昨天我們報導過 好 那今天有新的消息是什麼 張淑娟出來講話 因為他一個被霸凌者的 一個身份出來講話 他要跟大家講 遇到霸凌要勇敢的站出來 否則只會被霸凌的更慘 因為剛好最近這個霸凌事件 他感同身受 他被霸凌了非常的久 被人家資深媒體聯合大電視大媒體 來霸凌 我們來看一下這一段 來導播幫我們帶一下 今天我一口氣一口氣呼吸到現在 我要先謝謝每一個幫我加油的人 不然我覺得我活不到今天 我的案子發生之後 我一直說我很慶幸我父母親過世了 我覺得我的父母親還在世的話 他們承受不了這種驚嚇 然後你知道當你被人家說成衣服脫光 在一個床上跟別人滾床單的時候 那對我來說是多大的羞辱 而且我根本沒有去 如果周一寇小姐跟蔡宇貞小姐 真的覺得有悔過的話 應該到牢裡面去真心悔過 你的大富大貴 當你在享用的時候 是別人用命換給你的 謝謝各位媒體朋友們 我是 我們在看一小段 他怎麼講這個過程 我覺得他講得非常的好 我們來看一下 一個人可以把當年幾百個記者 報紙 雜誌 電視 媒體 報導 鋪天蓋地的新聞 篡改 他漠視新聞前輩 覺得我最大 這種隻手遮天的媒體女王 我覺得不可思議 在法庭上一直跟我 說我要跟你道歉 我要跟你道歉 但是你出的證據都是假的 然後檢察官跟法官希望他們能夠 把座長長找出來啊 在哪裡 他說 座長長跟我是好朋友 請他跟我聯絡 就沒有這個人 然後我覺得不可思議是 我們遇到 第五庭開完庭 審判長鄧君豪非常優秀 他把證人叫來兩遍 證人簽切結書 違證罪是判七年的 我的同學說 從頭到尾 全世界都知道 那個女主角是王某某 我怎麼可能會說錯人 這時候周玉寇小姐就很妙了 隔了三年 他寫了一封信來 寫給我的律師邀請函 他要請我喝下午茶 他說 張海姐我好仰慕你 我請你喝下午茶 我要用我的人脈幫你開節目 我會幫你賣作品嗎 我覺得你把一個人都打昏了 丟到那個臭水 都屍體已經曝失三年了 你寫這封信來的時候 只希望我們撤告 所以我們要求就是說 社會的名嘴 不要再亂證 也不要乾證 而且媒體是要負責任的 這也是我們今天 為什麼我會穿這件衣服來 是因為我在華航的時候 我身上的這個飛鷹是飛鷹獎章 這是烏越董事長頒給我的 然後我是代表中華民國 1988年到波羅里格 拿下世界小姐國際第二名 還有青山獎 我沒有棒球隊的這樣子的獎金 我是請假去的 所以我的收入是減半 我離開華航世界太多的公務 我沒有辦法繼續飛 我是來賺錢養家的人 所以對我身上來說 我是自己一個背著國旗 要求自己一生 活到63歲 在台灣的人奉公守法的百姓 我希望周一寇小姐 當你們攻擊別人的時候 請你們做做功課 然後不要為了自己的政治紅利 不要為了你的幾萬塊的主持費 或幾百萬的電視收視率 還有就是在民視電視台 我覺得非常離譜的是 這一段非常精彩 大家仔細聽 我們大家一起評論 真的很誇張 就是這一段是讓我覺得 除了周一寇之外 我覺得最震驚的一段 就是他們自己的節目裡面 這個是證人自己稱竊節書 然後還有一個是民視電視台 他們自己的胡婉寧的 民視新聞委員會 在這對 民視自律新聞委員會 他們自己公佈 因為電視台是公器 然後他們 我的委員會說 請問滾床單是不是負面名詞 然後他就說 滾床單 不是負面名詞 因為這個節目收視率 在那個兩個禮拜 為了講我講了10天 收視率報告 都是花欄 我覺得 胡婉寧小姐 你自己是民視當年1999年的主播 你就播過這個新聞 你的電視檔資料裡面都有 為了電視台牟利 拿政府標案 都不應該賺這種黑心錢 所以有沒有很震驚 我覺得蠻震稅三觀的 他後面還有提到說 就是這幾天因為公務員霸凌案 所以他決定一定要站出來 希望不要再有人說要霸凌 很誇張耶 胡婉寧我的天啊 當然他現在離開民視 又去公司高救了 但是太扯了吧 這綠媒是重耕爛起 從總經理爛到 難怪周一空那麼囂張 而且我覺得就是 因為收視率好 所以滾床單可以抹滅人家 都是在拼這些啊 然後都是在拼定義有沒有 那個時候很多事情 其實我覺得 太誇張了 震稅三觀 我覺得應該這樣講啦 就是說好 坦白講現在大家在講 職場霸凌事件嘛 對 那我們現在應該也 我覺得 我們一直 我們國家一直沒有好好討論的 就是一個就是說 在現在這個網路時代裡面 這種訊息霸凌事件 不一定是特定名嘴發動 對 也有可能是所謂的這個 匿名網友發動這些東西 就是刻意的假攻擊啊 塑造這些部分 你看我們的國家一邊 一天到晚跟我們講說 我們有一個看不見的黑手 在做這些假攻擊啊 什麼認知作戰 這有的沒的有沒有 然後另外一邊又放任 這些事情一再的發生 對啊 所以其實我覺得 要有一些解方 跟要有一些管理模式 其實以前韓國也有 類似的管理模式 就是說 你如果要對公眾的討論 或對這些部分的時候 你必須要記 你必須要實名字 你至少 你的ID是什麼無所謂 但是你的登錄 是要實名登錄 就你要讓我trace得到你是誰 那最後你才能夠做到一件事 叫文責自負嘛 對 就你講過什麼話 你做過什麼事情 你都要負責任啊 我覺得現在台灣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一邊講說 詐騙很猖獗 對 我們一邊又放任一堆人 又假帳號 然後拼命的在攻擊嘛 然後呢 明罪講的那些事情 其實坦白講 這一次我覺得是這個法官 他判的比較重 所以才讓大家知道說 哦 原來講這些有的沒的 是有代價的 對 不然我跟你講講有的沒的 多的是啊 亂七八糟一堆 一天到晚在講的 也是亂一堆有沒有 每天在那邊 這個在網路上大放棄 你執負一堆名嘴 你講一大堆這些 或者是我們最近在講的 就是說好 你違反司法的政大不公開 到底有什麼法則 我們抓不到啊 現在也看不到啊 沒有抓不到啊 對啊 所以這些東西我覺得是一步一步 也就是說 好 政府如果要從政民眾 對國家的這些信心嘛 那我們至少要變成要有一個 我們要畫出一條線 跟畫出一個區域出來 或畫出一個尺度出來 對 我們現在的 坦白講我們現在對於 所謂的這些什麼 不管是假新聞 或者是特別的這些 所謂假訊息的這些攻擊 我們是屬於無政府時代啊 完全 我們就是放任自己 放任他們在那邊攻擊 你看NCC在什麼態度 對 然後你看NCC打 NCC打中天好了 對啊 對不對 敗訴那麼多次也沒事啊 然後中天關台 然後其他的 其他的就像你剛才講的 這些友台的這些 對不對 出現這種狀況 而且他的 而且他內部討論的東西都跑出來 而且他的總經理 也沒事 胡婉禮 對啊 胡婉禮做這個事也沒事啊 然後現在還去什麼 去華爾市 去華爾市 去公事啊 對對對 公事 那這樣子你覺得 有人要care這件事嗎 不是這太扯了吧 這事情 對不對 然後你看這幾件事情 再把剛剛陳啟玉這件事情 兜在一起 就是反正只要你熟 你只要關係好就沒事了 對不對 那你關係不好你就等死 對 對不對 然後你聲音小 就你看多少人被霸凌 其實不只張主軒 被周一寇講假訊息人有多少 真的 對不對 周一寇之前不是拿 就是拿這個 的事情在講講萬安嗎 對 負責了沒 沒有 完全沒有 對不對 周一寇罵過人還多的 對不對 周一寇講過假訊息的事情 這麼多 到現在終於有一次 讓他終於付出代價 增加五種EGF 專門防止肌膚老化 強化皮膚修復 增加肌膚彈性水嫩 輕鬆複平皺紋 換回青春自信 K-X-ROYAL FACE 皇家顏值逆時奇蹟 國父路全修精華 精華霜 即刻啟動動靈密碼 中文字幕志誼 請訂閱 鈴鐺 鈴鐺